這個結梗 它其實是 這種結梗我們稱它為彩藍結梗 那最主要就是 因為這種結梗它有兩個顏色 就是它裡面的花瓣的部分 是以白色為主 但是它的花邊是紫色的 所以兩個顏色 相交錯在一起 好我再加一棟 好來我們看一下這個結梗的顏色 其實這個結梗的色彩非常的美 它那個兩個顏色的層次感非常的好 那各位阿花菩薩現在也可以去比較一下 那個紫色的花呢 它跟那個橘色的花之間形成一種 就是比較 我們常常說它們兩者之間是一個對比色 但是在這個對比的過程中呢 我覺得也很漂亮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對比呢 反而可以襯托出鼻子色彩的一種美感 好那我們再加上一些些 因為這兩個對比色互相的烘托 非常的美 好我們再加一支色 好因為這一次這一期我們的這個節目呢 我們插的比較多比較大型的 而且比較屬於 比較純粹是像插花的作品 因為我們過去做的作品都會是 屬於有一點比較小品的或者文人的 或者比較適合簡單的居家空間的作品 好那這一次呢 因為一個姻緣 我幫那個道場做那個 涼黃寶餐 就是20週年的那個 寺院的那個涼黃寶餐 然後呢 就有我的一個學生提供了好多的花器 來給我們用 那用完之後呢 我就說 我接著要錄影了 那我們就留下來用 所以因為 所以這一次我們用的這個花器 都是屬於比較現代感的 然後比較有創作的作品 那相關之下呢 我也試著去做一些 比較有創作性的一些作品 那因為我們平常做了蠻多 屬於比較自然語氣的作品 那我們也錄製一點點這種 比較有可看 就是比較創作性的作品 因為這些年來呢 我們的中華化學文教基金會呢 他們在做展覽的時候 這些年來也一直在走這個造型化 就是希望呢 我們能夠在現在的時代呢 現在的那個 因緣法則下呢 也能夠有一些新的 新的花形 能夠出來 就是我們不希望是沒守成規 怎麼樣從傳統中去 求得創新 我想是我們這些年來 滿主要的一個目標 好 本來想加一些天堂鳥 但是發覺呢 這個作品其實這樣子 已經算是很搭建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件作品呢 它也算是一個蠻 應該算是一個 屬於是造型花的一個設計 因為我們知道 所謂的造型就是 就是利用植物的這個 點線面塊的這個原理 那來做創作 來做那個 來做那個 花形的主要結構 但是呢 這個花形也有里面花的感覺 因為我們所謂的里面花呢 就是以幾點為正宗 然後呢 像四面八方做 做整個作品的一個延伸延展 就是每一個畫質 像東南東北西南西北 四面八方做一個 全體的一個照顧 跟四面八方的一種表現 那所以這個花呢 它是在造型中有里面的味道 那在里面中也有造型的味道 那這也是一個很特殊的一個插法 那我們也可以嘗試一些新的創作看看 好 那我們接下來的第二件作品呢 各位二花的菩薩可以看到呢 我前面有一個也是這樣方形的一個陶器 一個陶 那這個花器呢 它的前面呢 也用一些工法做了一些圖騰 這個紋路呢 有一點點像那個 像那個羽毛的一種感覺 就是那個鳥的那個 翅膀的羽毛的那種紋路的感覺 做出來的一個紋路 所以呢 雖然是一件小作品呢 但是都可以感受出 陶藝膠的一個用心 那各位二花的菩薩可以看到呢 我在里面放 做了兩個很簡單的紗 就是說有時候我們不要很刻意的說 一定要做多麼漂亮 或多標準的 其實你很隨意的去運用它 那也不要說我一定要做 嗯嗯 這樣兩個這樣十字 很標準的 其實你就可以順著它這邊的角度去卡它 因為這種角度卡是很容易卡上的 好 那各位二花菩薩可以看一下 好 那我這邊剛好有一塊這樣的一個海 海芙蓉 那這個海芙蓉它已經風化的非常的厲害了 可是呢 它感覺上是很美的 你看我只要把它這樣子 把這塊海芙蓉架在這塊木頭上呢 在這個花器上呢 那各位阿阿菩薩就可以感覺出 它兩者之間就形成一個很特殊的一種 一種感覺 好 那我今天呢 我還是要用另外一株的那個石壺籃 其實我們的同學都好捨不得我把它剪下來呢 但是我覺得因為要錄製節目呢 所以說我覺得是非常值得的 因為只要是我們能夠把作品做得很美 給各位阿阿菩薩欣賞 我覺得它都是很值得的 那這顆花我可以再好好的去養它 那希望它在春天的時候或秋天的時候 明年春天或秋天的時候 可以再長出美麗的花朵來 好 那因為我有了這塊木頭之後呢 那我就有一個可以幫我一起定位定枝的地方 好 那我試試看 好 我把它放下去 好 那我希望它能夠更高一點點 好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我可能就需要接一個枝梗 譬如說呢 我接一個這樣的一個枝幹 好 讓它能夠高一點點 好 就是 還有一點就是說 我想讓我的蘭花呢 它的枝腳不要接到 碰觸到太多的水 好 譬如說 我把它這樣接一下下 好 接一下下 好 那這樣子我就能夠把我的蘭花呢 讓它擦的時候呢 能夠稍微的高一點點出來 因為我們知道呢 有時候我們會覺得那個蘭花呢 它就是好像那個竹一樣 因為它是 就是有一種那個君子格高運勝的感覺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擦蘭的時候 我們會很想要很刻意的把它強調出來 讓它是 就是 就像我們在那個獅中讀到的 就是 綠葉青蔥半食齋 然後呢 它說這個蘭花呢 它不以種花齋 有時候它不願意跟其他的很多其他的花呢 生長在一起 它表現一種 文人的一種格高運勝的一種感覺 好 那 當然我們現在現在的時代 我們常常說這個是一個 我們現在是一個teamwalker的時代 就是一個團隊的一個時代 不過有時候 我們在很多的思想上面 如果覺得想法不是很接近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有時候還是要適當的能夠出離 好 那我把這個呢 除了綁上去之外 我再加上teamwalker把它做上去 好 那我這樣子 這個蘭花既能夠吸到碎 然後它又有一個功能 就是說呢 它又可以稍微提高一點點 好 那我想要讓它配這個松 因為之前擦了一個蘭花 想配松呢 後來沒有用 我覺得這個松呢 跟蘭 它們彼此之間是這麼的一個match 我應該把它放過來 因為 為什麼呢 因為我想要用這個作為我的正面 好 那我把這個 這個地方呢 好 把它放下下 好 然後呢 我把這支松呢 從側邊的地方 好 讓它進去 好 然後我會發覺呢 這個枯木呢 它還是沒有辦法幫我立得很好 好 然後呢 我這邊還有一些小塊的枯木 好 我試試看一下下 好 我再用另外一塊的枯木呢 把它架上去 好 還有另外一塊的枯木 我們把它架構一下看看 好 把它閉著之間 做一個互相的一個定姿 好 那我再用另外一個 兩塊的枯木齁 椅子之間把它固定起來 好 那這個松呢 它幾乎有一點點倒掛的感覺 好 但是它 這個 呃 會有一點點會鬆開的感覺 所以我利用一支鐵絲好了 好 本來是希望不要用鐵絲 好 但是 我們試試看 好 用一點點鐵絲 把它們鼻子固定 好 但是我們加鐵絲的話 待會我們就要做 一點點小小的一個修飾 好 好 那我們就有 一個松 好 然後有一個 這個 蘭草 好 那我們再固定完 這個松跟蘭之後呢 那我想 這個作品呢 因為有這個 松有蘭 然後有一個 這樣的一個海芙蓉 所以我想 我就不要加太多的花材 我就開始收它的下段了 那今天的這個 這個下段呢 我用的是這個 佛手魚 佛手魚這個葉子 那佛手魚呢 這個葉子 它也是非常的清新 清新可愛的 其實我也蠻建議很多人 可以在洋海上 可以種一顆的佛手魚 因為這個佛手魚呢 它一年四季 幾乎都是長青的 然後 葉子呢 它會一直不斷的在生長 那 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 當我們需要做雞盤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有花材 可以拿來做雞盤 好 各位 可以看到這個佛手魚 那我這個佛手魚是種的還算 蠻大片的 那它有個小片的也 也很可愛 然後它整株的感覺也很好 拿來擦茶花 或擦長花 感覺都很好 好 我在前面 後段加了一隻 好 然後我在前段呢 我再加一隻 好 因為這個花器 它的那個 下段的地方 它有一點點滑 而且有一點點成圓弧形 所以花材會比較容易動 好 那我再加了兩片這個 這個 葉子之後呢 那我現在手上有兩個花 可以加上去 如果以很 傳統的一個美感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在下段 加一點點這個小菊花 我看這邊有一個小縫縫 我給它加一點點的這個 小菊 好 剛好從那個 從那個 洞洞裡面 給它探頭出來的感覺 好 因為呢 我自己是 非常的喜歡用那個 梅蘭竹菊 四菌子花來擦 好 那雖然用的是四菌子花 但是這個擦法 又有一點點現代感 好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這樣非常清新可人的一個 小菊花 做我們的這個下段 好 然後在那個縫隙裡面呢 把它表現出來 好 那就像我們剛剛在 一開始的時候說到 那 如果說沒有裂縫 我們就看不見陽光 那我們知道生命 不可能是十全十美 都是這麼的美好的 就像我們剛剛在看 擦這一支 海浦龍說 剛好它有一個這樣的一個 鳳洞 剛好可以我們用它來擦 那個小菊花 那更顯現整線作品的 一種不凡的一種氣質 好 那我想呢 這樣的一個經驗是非常美好的 非常 很開心可以跟你分享一個 這樣的一個經驗 那 院子香滑 片滿十方 供養三寶 呼華龍天 普遜眾生 共入佛制 阿彌陀佛 跟室家家人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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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